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8号东南列峰或暴风讯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 天文台预计8号讯号至少会在上午大部分时间维持 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本港天文台之西南大约100公里 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靠近珠江口二西 天文台说过去一小时受帕卡的中心环流影响 香港南部近中吹暴风大鱼山的高地近中达巨峰程度 帕卡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在珠江口二西登陆 记者陈两冠现在是在杏花村的你那边的天气如何 张文彩 现在在杏花村这里天气没有之前那么恶劣 其实在今天早上凌晨大约5点多即8号信号刚刚悬挂的时候 杏花村这里的天气非常恶劣又大风又大雨 但现在去到早上的8点钟了 其实那个天气没有之前那么恶劣 风仍然有的 偶然会有一两阵的强风 然后会有一些几层高的浪卷上来 但是其实这个情况没有不停持续 是偶然会一两阵风一两个浪 雨现在这里已经停了 偶然会有一些无无小雨 有些市民住在附近 其实都因为现在天气没那么莫劣 刚才也有些人来看浪拍照 不过其实现在偶然会有一些大风 所以市民最好留在室内 我们会跟进最新的消息交给新闻报道 好 谢谢 而这一节风暴消息都先看到这里 我们会看到了